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是顾正秋的寝室 他的父亲金虎拉德山很有名 在当时顾正秋是 我曾经拜过威士 也请过他吃过饭 他也收留过我 可是他在台北 我也不能常去台北 那么我跟他一起也拉过索利娜 他的拉法跟拉法完全一样 他当时就这样 他说如果你要是 真正的要 把这个金系当做 一个专门来学的话 他你还不会吃过 逼我查 我这个是恭维我的话 不过我现在 昨天我不是在这里演奏吗 我两把父亲不是怎么很好 可是我看了 这几位在座的摄影师 好像对我的父亲 最后还是赞同了 是不是 我要学那一段 这个八王笔记的夜深层 我说这个还可以了 我觉得大家觉得还可以 但是当然我也很安心 因为这个过程很庄严 好不好 那么这个首领囊的前后 剧情发展很复杂 开始出家的时候 到了春秋亭一段 很受大家欢迎的 后面一段就是落魄了 他家里灾难来了 洪水了 他家都淹没了 那么很凄凉 我稍微表现一点点 先表现这个二皇 慢二皇一段 但是我唱这个 没有父亲词 绝对是一个不太好的 一个表现 因为没有父亲 他的情跟因是没有办法搭配 所以我在普通 在票房里 我比较喜欢这个首领囊 我现在想 就是先讲那个内容 伊沙石 这个天 富贵荣华 余云业 就是他觉得悲凉 是一段 那么 那么唱这个首最好有一点过门 文化就开不了枪 那么我稍微朗诵一下 他就有这么一个过门 那么我现在就接这个过门以后 稍微给各位表现一下 那么这个先唱这个 这个是轻易唱的 一三四八一三四八七七七一一一一 一三四八七七七一一 unniuv 書一 無緣 恩 情 一 禪 頭 了 好 順心去 累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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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世 就是一段 很少人聽我在那邊有琴唱 書法一樣更錯 音樂也是一樣更錯 幾乎兩個東西可以說 不能有分離 因為中國的書法跟音樂 傳統的國語有密切的關係 宮廷當年所演奏的一種樂器 都影響到書法的 我跟你講 所以音樂跟書法 我們現在又感覺到 越來越密切關係 那天我在室教館演講的時候 我也曾經拿樂器 來說明書法跟音樂的關係 在座很多人的鼓掌 那麼我現在 順便你問我 把音樂跟書法的關係 我可以說具體的說明一下 那麼這一段話 你可能我聽了以後會覺得 我這個講的話是有它的邏輯 那麗後主寫過《玉美人》 那麼我想你 是不是聽我再朗誦一下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之都少 小老仇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凱與其應有在 知識足遠改 問君能有幾多周 恰是一將君水槍東流 這個主題 今天晚上我上課室 我準備要當場 跟環保局的同任朗誦一下 我現在念的是國語 念的是現在的話 講這個詩 現在我患了古人 這麽朗誦 這個郭教授他們都聽過 我現在跟各位 跟你做一個說明 好 那麼我其實剛才念的 跟新來 我新來朗誦的 兩個是不同的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之多少 小老初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凱與其應有在 知識足遠改 問君能有 知多草 假是一將 春水相東流 這個當年的國文老師 帶我念的 我當時發現他 念的最後一句 眼睛都紅起來 他說你們做人 應該有情有義 看到文學的作品 那樣啟發人 為什麼麻木不忍呢 我看到好多同學 也沒有反應 我都是反應了 我說你這個朗誦很感人 後來不久 他又叫我 你把我的聲音 做一個模仿 所以有一次 我也按照他的聲音 朗誦過一次 他對我後來是另眼看待 他說你是我的指引 我很感謝 我想 剛才我講 書法與音樂的關係 因為人 這是靈後主的名作 我們把它朗誦出來 你說 沒有感情怎麼朗誦呢 對不對 所以我想 這個 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 寫字的人 務必要對文學有了解 不然的話 寫的東西容易 不服用手 講難聽的 容易有降氣 如果文學修養好 試的東西就會點養 這個好現實的問題 沒有這個水準的人 沒有這個修養的人 沒有這個內行的人 寫字可能只是塗一塗而已 不能夠有高的意境出現 對 一起 graves 抚士 經典 其 tight